而再来华林县政府赤资8000多万元办理的花莲公共运输及偏乡基本民行智慧服务管理计划 在市区以及重要道路建置了400座的智慧型站台 华林县应会建设小组为了了解智慧站台的功能是否符合民众的需求 达到及时提供交通资讯 在县政府建设处交通科的说明之下 对于操作按钮以及语音系统切换等功能 进行双向沟通以及提出了建议 华林县政府近几年积极推出智慧站台 今年更是启用了智慧站台3.0 提供7款的友善搭乘功能 不只清楚揭露公车资讯 单件切换公车路线与时刻表 多路线即时动态轮波功能 掌握公车到站的时刻 华林县应会建设小组对于智慧站台的语系选单 以及车型定位 案件辅助说明提出了多项的建议 提供的建议是希望能够 这个平面的广告路线图 那是多余的 应该是共感成一支的智慧站台就好了 那这个智慧站台 那它功能按钮 其实也要增加明显的 好像老人家 他乘车的时候 要按哪个钮 这个标示不是很清楚 那有的触控的 没有触控 它看起来 原副以为是触控 可是它按钮是在 这个边框 这个不锈钢的按钮 那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提醒 一个箭头的按钮 这个提醒的这个 动作可能要增加 那 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那也希望这智慧站台 能够给这个民众啊 或是学生啊 旅客啊 提供更好的便利 建设小组在了解 县府推出的三代智慧 站台功能后 也肯定县府的政策 让民众能够轻松 游骗花铃各景点 并提供繁体中文 英文 日文 韩语 简体中文 五种智慧语系的切换 不过在界面上 还是希望县府 能够多做案件的辅助说明 不只让外国游客 能够轻松使用 也希望能够让长者 容易操作 提升智慧交通 友善公共寓术的功能 记者林杰 花铃室采榜报道 花铃室采榜报道